那一位民進黨高層他過來 我真的很訝異了 還把你手 哎呦 這樣還... 快看 我現在講這個 因為我們夠老 夠堅強了 那我就可以想見那些小年輕妹妹 他國旗有借槳 你知道他會遭遇到什麼 我就這個潘朵拉盒子一打開 沒完沒了了 胖番組說得沒錯 他說年輕人想重振 首選都是綠共黨 遇到這樣的事 就是他們覺得我有理想 我比较有出头的机会 我就应该来民进党 那没想到民进党的职场 就这么恐怖 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问光琴姐 就是请问 以前民进党出成立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吗 我跟你讲 民进党里面性骚 或是不只是民进党 其实其他政党也有 但是民进党 因为我多年 多年我们总是会认识一些 老朋友 那就有一次 这很多年前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要六十回 可以说了 一堆高层 这个跟那个 他们就带两群人 然后我们吃饭吗 当然千年吃饭吗 有些人要洗温泉 我没去洗 就分房 我们就先到回房间 我们先去休息 就正要行进间 在上下楼梯的时候 你知道我很讶异 那一位民进党高层 他过来 我真的很讶异了 他突然扑上 还反手 这样还满 我真的很压 你看我现在讲这个 因为我们够老 够坚强了 而且这过去 却有歧视发生 而且旁边还有人 因为我们那年代 没有像现在这种 性贫义事 可是这种事情 没有对象 就不舒服 你看我到现在 还记忆深刻 跑信用过程当中 有这些事情 那我就可以想见 那些小年轻妹妹 她鼓起勇气讲 你知道她会遭遇到什么 她会遭遇到说 你讲真的吗 你的证据 你举证 你是不是对方来卧底的 还有一个最糟糕的 我可以说那是下作的 这里面有一段 不是啊 你让人 收到 整人打火 还关门说 要保持距离 谁不想把这个门撞开 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影 你自己撩拨的 她说雄性动物 追求异性不成 总会被伤至尊嘛 你要多体谅 反过来检讨受害者 就有点像那个穿短裙的 然后你裙子穿太短 我说这个潘朵拉盒子 一打开 没完没了了 像我们讲 一讲到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的文化这样 是习以为常吗 还是你们观观相互 觉得这种事情就隐忍 还有一个大局观都出来 说你为什么要报 不要在这时候报 然后其中有个案例 他即使是控诉 但是他最后说 我依然期盼 2024民进党能够胜选 前提是能够好好的检视 党内不适任的人选 那多少支持者 多少人 对民进党 他有点寄望 你有料到 最近所谓蓝绿攻防 或选战攻防 会爆在这一题上 我没有想到 就潘朵拉盒子打开了 旧的就不讲了 你看这一次我非常讶异 受害者 巨名 年轻女孩子跳出来了 那我说 你如果处理好 人家说 这怎么会影响选举 我说会 因为大家会有比较 对你民进党 原先还有期待 所以我的标题是 我脸书发文的标题是 原以为民进党不一样 就发现 非但 一样 而且 这爆出来的话 搞不好还更沉沦 那你会有过 我看她 我看她 是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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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她